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好 我是史丹利 富邦漢將的首護神曾俊越 去年賽季結束後提出了旅外自由權的申請 原本期望能夠往日子發展 但最後無法辱願 今年仍就在台灣蓄留富邦漢將 即將展開終職生涯第四個賽季 不少人認為曾俊越會旅日失敗 和去年雅冠失利有關 當時我也找了曾有旅日經驗的蕭玉姐教練 詢問他的看法 這次我則是趁著富邦開訓的機會 直接問曾俊越本人 接下來就讓我透過本集影片 一起來探討一下曾俊越為何今年無法旅外發展吧 那我們先把時間倒轉到去年賽季中好了 大約是在6月份的時候 TSNA報導指出 近期有發現日本這幫的球探 會到場觀看曾俊越比賽 不光是在新莊也會去桃園 面對曾俊越有興趣的隊伍 集中在太平洋聯盟當中包括日本火腿隊 而曾俊越本人也知道這件事 表示自己有聽其他教練在講 他對於旅外也有高度興趣 友誼在年資滿三年的2023賽季結束後 行使旅外自由權人申請 往更高的殿堂邁進 到了9月初火腿總管大約賭記來台 除了看1928賽事以外 也到新莊看曾俊越 並首度拜會富邦球團 10月中旬還二訪 在孫英磊加盟記者會前 又到了新莊關注曾俊越 雖然說除了火腿以外 還有其他日子球團也對曾俊越有興趣 但火腿可以說是最積極的那一格 賽季結束後 曾俊越在11月13號正式向聯盟提出申請拼旅外 成為終止史上第八人 前面七位包括了彭正銘、龐一倫 林智勝、楊劍甫、王不容、陳韻文還有陳鴻文 最後成功的只有王不容一人 其餘六位都沒有真的出去 我原本以為曾俊越有機會成為投手第一人 可是最終等待許久 確定高垂 富邦球團也在今年1月初發聲明表示 曾俊越今年確定會留在台灣 去批富邦漢這樣的戰袍 我相信大家也非常好奇 到底曾俊越是無球隊有興趣 所以無法旅外 還是有球隊邀約 但他最後評估不去 所以才沒有旅外 畢竟這兩者的結果雖然一樣 但過程卻是天差地緣 曾俊越告訴我 他原本對於旅外這件事 偏好的地方就是日本 主要是認為自己的身形沒那麼有優勢 跟美國人比相對吃虧 而他本身最欣賞的投手 也是跟他身形差不多的三本有聲 所以目標滿明確 就是想要去日本闖闖看 不過實際行使 旅外自由全能全力後 跟曾俊越接觸的球隊 並沒有去年報道中寫了那麼多 主要也是曾俊越作為一名洋將 必須與眾多具備大聯盟之力 甚至在3A成績很好的選手競爭 比較難討到便宜 反而是美國這邊 有不少隊伍有興趣 但卡在一件事 就是曾俊越未滿25歲 也沒有在職業聯盟打至少6個賽季 並不符合國際業餘自由球員的資格 所以雙方只能夠簽下小聯盟合約 假設真的有人能開出大聯盟越 那他或許就會想要挑戰看看 如果是小聯盟越 不但曾俊越的薪資條件不高 母隊富邦能夠拿到的競標金回饋也低 對彼此的效益都很有限 最後曾俊越和球團經紀公司討論過後 認為可以再努力一年 看能否爭取到更好的機會 所以白話來說 日職應該是打探的人多 實際接觸的幾乎沒有 美職則是有實際作為 但只能給出小聯盟約 在多方評估過後 曾俊越還是決定留在台灣 那去年賽季 曾俊越其實在兩個重要的國際舞台都有亮相 一世年初的經典賽 二世年底的牙冠賽 大家在這兩項賽事中的表現 都不能說是亮眼 初下滑灰空率低也頻頻挨打 談起雅冠的失利 曾俊越坦言 自己過往確實沒有遇過這種 先提早開機後 又賽事延長的情況 狀態要從二月一路維持到十一月 其實在例行賽尾聲時 就有感受到身體上的變化了 在準備雅冠賽這段期間 星期上也滿煎熬的 一整年加上下來 到最後狀態掉很快 不過曾俊越認為這不能當作理由 因為身為一名職業選手 以後都還有可能會遇到 像去年那樣的狀況 所以他反而慶幸自己已經有過這些經驗 即便是失敗的經驗也很好 這樣他才能夠知道自己 還跟人家差了多少 為了賣相成功 曾俊越今年給自己兩大課題 第一個是控球 雖然曾俊越的後援成績 在中職算是連三連頂尖 但主要是憑藉著自身的球速 還有高揮控率的特性 但以控球能力來說 他確實還有進步的空間 以保送率來看 他近職業三連的BP%落在7-9之間 去年的8.5%用野格PR表來檢視 只有47的水準 在中職環境是低於平均的 因為控球的能力普通 曾俊越有時候登板時遇到訴求的狀況不佳 控不見好球袋 自己就會投得很辛苦 在中職或許可以靠著球位往紅中丟 勉強壓制住 但如果去層級更高的日本 或甚至美國 恐怕就會出事了 熱戀桃園的投手教練穿岸牆 廣受訪時也演出 曾俊越的投球很有水準 直球在中職有偽勁有速度 但控球能力很重要 在日子能夠擔任後段局數的投手 通常可以把每種球路 精準控制在內角或外角 否則那裡生存 像是在亞冠賽期間 曾俊越就認為日本的打者對於獅頭球的掌握度非常高 所以自己不能夠容許有任何意思的閃失 一旦獅頭就會愛打 所以在日本生存的投手 這點都做得很好 不太會獅頭 跟穿岸教練形容的是一樣的 第二個課題則是變化球 曾俊越目前主要三個球種 包括了四縫線直球、滑球跟直插球 在球探眼中 曾俊越的直球速度夠快 極速157 均速可以有150的水準 進演時的直球轉速高 搭配他本身的出手點 讓打者視覺上有上串的效果 放在高角度很有威力 也可以說是他最大的賣點 攤開去年賽季 重要這棒是有後援投手的成績來看 在初賽超過40場以上的投手中 只有三位EI Plus超過300 包括了曾俊越、吳俊瑋還有富蘭格 但如果看三陣率跟被打擊率 曾俊越都是中指第一 甚至更勝富蘭格 說明他已經是整個聯盟最頂尖的本土後援了 149速球的對決 還是讓打者變成人體電風扇 好球進來 學長沒有打 這次的對決是由學弟曾俊越笑到最後 在九局上曾俊越連標3K 把這個勝利的大門給關起來 相較之下 曾俊越的變化球就比較單調 最拿手的只有滑球 但他的滑球品質還有穩定度 沒有辦法像直球這麼好 只差球的使用頻率極低 控制力也不好 因為左打時缺乏一個縱向的球路 這是他比較欠缺的地方 而曾俊越自己也很清楚知道 控球還有變化球是現階段最大的問題 所以他想透過這多一年的時間 努力去加強 希望可以把滑球還有紙差 練到能夠控制 可以丟好球也能夠丟壞球 品質不要差太多 在曾俊越的身上 我完全可以感受到 他持續想要往前的決心 並沒有因為旅外勢力而受挫 反而有越挫越勇的鬥志 即便繼續待在台灣 他對旅外還是有滿滿的憧憬 他還問過許多有旅外經驗的前輩 每個人給他的建議都是趁早去拚 因為出去外面可以看到更廣闊的世界 特別是曾俊越還年輕 今年才22歲 前途無可限量 如果能在國外一直待著是最好 就算是回來了 也會感謝有這段經歷讓自己成長 2024年曾俊越期許自己能夠穩定 穩定這兩個字可以有很多含義 不管是成績穩定 或是控球變化球穩定 他不會去想說要一次突破很多 而是希望自己按部就班 一步步成長就好 如果太急著往上衝 反而可能會造成反效果 畢竟除了球技以外 能維持健康也是最重要的 有健康的身體 才是運動員最大的本錢 當然對於富邦漢將來說 曾俊越在終職續戰一年 能夠給予團隊相當大的幫助 並且他是球隊的終結者嗎? 從第一年拿到新人網 締造十中紀十九元 到第二年突破個人極速 跟古靈並列本土最速男頭銜 第三年則是寫下 剩下新地的防禦率只有1.22 在被打機率還有K%這兩項指標中 都是野哥PR表的99 也就是全聯盟最頂尖的投手 如果少了曾俊越 富邦戰力會大損 補償到底也只有錢 而這支球隊最不缺的就是錢 他們最想要的肯定是冠軍 而曾俊越的序流 至少可以讓他們爭管多一點本錢 而且富邦今年還找回了富蘭戈 他在去年寫下單季0.95的防禦率 也以連續37場49.1局5則失分 雙雙締造聯盟的新紀錄 可以說是富邦的凱薩 新賽季這兩個人 雖然無緣一起到日本發展 可是依舊能夠在台灣合體 有了各月連線 富邦真的完全不用擔心 球隊會在八九兩局被翻盤 甚至在今年的延長賽新規則 突破僵局之中 他們有這兩大後援 勝算也相對高很多 但前提是 他們前七局要能夠領先啦 以上是今天的影片 你是怎麼看曾俊越的旅外實力呢? 你覺得他未來還有機會出去闖嗎? 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吧 我是安利 那我們就下集影片見囉 掰!